是一個執法者 在他眼中法律是最大 葉軒不想在他面前用這些灰色手段 更加重要的就是 葉軒不想破壞法律 在黃宇心目中的偉岸形象 今時今日 能夠堅持正義執法這種初心的人多了 黃宇就正是其中一個 葉軒不想他對於正義感到失望 告別黃宇之後 葉軒就駕車來到明月會所 只是葉軒不知的 一件事就是 剛好被記者全程看到 並拍下了 第二一 NJC各大報紙頭條都在報這宗消息 執法交警遭遇暴徒毆打 建議擁為市民維護正義 雜時間 葉軒又成為NJC的熱點 不過這些是後話暫且不提 去到明月會所 已經去到九點半 其實蘇建均 他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 但等那麼久都等到有點猛 他不是擔心葉軒不來 他是屈滿 哈 這樣的葉軒 簡直沒有把我蘇建均放在眼內 陳浮生有個女兒這件事 出來走的人知道的沒有幾個 蘇建均就是少數其中之一 並且自從陳浮生 他崛起之後 蘇建均一直暗中查這件事 終於讓他知道 原來趙雅就是陳浮生 失散了親生女 所以這麼多年蘇建均一直派中暗中 就是監視著趙雅 知道他來了NJC 就馬上飆他心 當然 他都明白趙雅的父親趙天豪 是洪門的堂主 所以他不敢攔位趙雅 雖然他NJC 都叫做一毫人物 但跟洪門比起身 他真是一個small potato 這點自知之明 他是有的 不過蘇建均是一個奸熊 他有他的手段 他沒有把趙雅點 就算被趙天豪知道 沒事的 他只不過 想借趙雅來看看 試一下葉謙他的反應 看看這一位 現在在NJC 風頭這麼火爆的陳浮生 接班人是一個點的人物 更重要的就是 蘇建均還有另外的目的 在服務員的帶領下 葉謙就直接來到蘇建均所在的包商 看到裡面 坐著幾個中年男人 蘇建均、朱膳、顧明雄都在 葉謙不驚訝 顧明雄背叛的事情 他已經知道 葉謙安放在那些經理旁邊的人 早就已經通知了他 顧明雄已經把自己的生意 賣給蘇建均和朱膳 而且還跟著他們去找食 一張四人桌 留了一個背對門口的位 葉謙很平靜 淡淡然走過去 笑著就說 喂蘇老闆 不好意思 年輕人難睡 怎知道 哎呀 睡過了 辛苦大家了 以牙還牙 他又回應了昨晚蘇建均那句話 怎知道蘇建均被他疾到出不了聲 葉謙直接坐下 然後就看一看顧明雄 嘩 看得顧明雄打了冷陣 竟然不自覺站起來 面前就有一套功夫茶具 沖好茶了 葉謙不客氣 拿起茶杯喝了 然後就 嗯 好茶好茶 好美 蘇老闆 朱老闆也 挺有啞 朱善就回答 葉謙 你大忘忍 我和老蘇 閒閘人等你 如果不約你出來見面 可能 我們被人摔下肚子 都不知道 人家生什麼樣子 葉謙就以老闆相稱 而朱善就直呼葉謙的名字 明顯就在分間尊臂 葉謙他眉頭一皺 瞬間由書展開了 唉 朱老闆你不是在說我吧 哎呀 朱老闆 你真的把膏給我 搞到我 有點誠惠誠恐啊 嘩 行了 不用客氣 葉謙爽快人來的 老朱 你有什麼就照直說吧 朱善看一看葉謙 然後 好像知道他想說什麼 心裡邊有些驚訝 今次 我和老蘇 在盤明洪過來 他說 有些東西找你 想我們陪下他 講完這句話 他就給了個顏色顧明洪 顧明洪呢 好驚青啊 他以為有蘇建君和朱善 幫著 今晚會有一種上位的感覺 誰不知呢 想出風頭 沒那麼容易 依然還是一個下巴 這種感受 真是很難說 想綫落葉謙 誰不知葉謙 自此自終都沒有將他放在眼內 心裡邊難免不是滋味 本作品由鴻達爾泰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戀戀生肖默007 米小蝦 梁柏善 記得聽完下一集 第二百二十三集 葉謙知道顧明洪的事之後 都開始著手調查 而且潛移默化地接掌他手中的權利 畢竟顧明洪幾錯都是開過功臣 沒有功勞都有苦勞 葉謙不想做到這麼盡 不過 令到葉謙始料不及的就是 顧明洪似乎已經是 不會跟自己 有任何的溝通 擺到明就要決裂 而且還搬上蘇建軍和朱膳出來 給壓力自己 那葉謙心裡頭 就不禁冷笑了 如果顧明洪 他好地地叫葉謙過來 打算聊聊天 葉謙是不會不讓他走 而且都不會難為他 但是 現在這樣的勢 顧明洪就令葉謙有點生氣了 規空公款 就是穿櫃桶底之類 已經夠大業不道 但是 賣主求榮 就比規空公款更加不值得原諒 但是葉謙都很心水清 顧明洪他反骨 肯定不少得 朱膳和蘇建軍 落足嘴頭挑撥離間 現在可以說 顧明洪所掌握的房地產生意 全部被朱膳和蘇建軍拿了 葉謙都感嘆 這些手段 認真夠陰森 雖然是這樣 葉謙他生氣還生氣 但是表面沒有表現出很大的反應 因為是開始的小較量 最終六死誰手都尚未可知 顧明洪便污低身 老闆 葉謙便掃了他一眼 老闆 我不敢當 顧經理太抬舉了 葉謙他這番說話 擺明是有骨 等於很大力地刮了顧明洪一巴 冷嘲葉奉的語氣 令到本來作賊心虛的顧明洪 整個臉都紅了 那些年輕人不認識 不懂事 竟然要勞煩朱老闆和蘇老闆 兩尊大菩薩出面 真是令到葉謙看眼 言下之意很明顯 你倆別再插手我們的家事 朱善假裝很有義氣地說 明洪有什麼事 就一五一十跟你老闆說 有我和蘇老闆坐在這裡 你的老闆不會難為你的 這番說話 很明顯就是否定剛才葉謙說的話 完全無視葉謙的存在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 朱善等於向葉謙宣戰 這件事都發展到這個地步 顧明洪都明白了 就算他後悔都沒用 現在已經是騎虎難下 再說 有兩個勢力不差過葉謙的 朱善和蘇建軍撐他腰 顧明洪就深呼吸說 我辭職 我和識 顧明洪忽略了一件事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葉謙不是花靈鏡 不是死好命才坐到這個位 撇開在NJC的勢力不說 無論是朱善還是蘇建軍 都沒有跟他缺一死戰的資格 這個同樣也是朱善和蘇建軍不知道的事 他們現在都很開心 等著把葉謙的生意全部拿完之後 就分錢 此跡 葉謙望望 擺到名底氣不足的顧明洪 顧明洪和葉謙眼神一一接觸 馬上心裡頭打個冷陣 馬上另一面 對葉謙的印象 顧明洪實是太深刻了 手上的傷痕還有 他怎可能忘記會識的情境 顧驚喜 你明白的 如果你現在辭職 你這個季度的昏紅就沒有了 每個季度的昏紅 數目不少 顧明洪甚至隱恩賢有點後悔 如果他一隻乖乖的跟著葉謙問食 說不上也不會差得去哪 但現在呢 你虧空公司資金 出賣自己的老闆做二五仔 還要去投奔敵交 那一定被人罵到你仆街了 他開始後悔了 為什麼一開始 就被朱善和蘇建軍落嘴頭挑撥來選擇呢 那看一看 旁邊笑得很陰濕 整個陰謀得逞的樣子 顧明洪沒有感激 反而有點怨恨 或者在外人看來 葉謙是個很高調的人 但是 只有了解他的人才知道 葉謙更擅長的是測忍 懂得把最好的時機出手 然後一擊擊潰 既然朱老闆和蘇老闆都來了 幾分薄面葉謙是要給的 梁琴雜木而妻 很平常的 魚不過都不肥 其實 明洪啊 你根本不用勞煩朱老闆和蘇老闆的代價 我都不會強留你的 人的一生 總是會面臨很多選擇 最重要 你不要為今天的選擇而後悔 那蘇建軍就笑了 唉 葉老闆果然夠爽快 他覺得葉謙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期限的生意 現在被他逐步侵吞 心裡覺得很爽快 好像見到勝利楚光 那葉謙就笑笑 這個時候 外邊就傳來了 還有說 有一位人物要進來的通報聲 葉謙聽到之後 就心想 原來這次 朱善和蘇建軍請他們出席的目的 就是想看看這位大人物 哦 什麼還有客人 哪位大人物 竟然要勞煩 蘇老闆來做引劍 葉謙我也有點怕青 聽到這句話 蘇建軍他沒有出聲 和朱善兩個人 是浮起一絲得戚的笑容 看著葉謙的眼神 就好像看著一隻 準備要湯的羊背 他們好像見到葉謙的下場 就是一個被握在搖嵐之中 未來NJ視梟雄一般的人物 門口傳來一陣爽朗的笑聲 一個中年男人走進來 帶著幾分豪氣匪氣 就是我山大王 哈哈哈哈 當然是我馮風 所有人都另過去看 人的名樹的影 就算早就知道 馮風出場的朱善和蘇建軍 都下意識地站起來 過去迎接 葉謙他走就眉頭 原來這個馮風 早就來到NJ視 但是他竟然沒有來找自己 就安排一個這樣的場合 就令到葉謙有些指料不及 葉謙當然不相信 馮風是過來跟自己做朋友的 隱隱然覺得 有些不祥的預兆 葉謙他上下打量了馮風 是個光頭腦 頭上有一顆很醒目的疤痕 三嶺口露出少少紋身 對於馮風 葉謙所了解的不多 不過多多少少 在情文口中了解過 可以說是 ZJ省巨囂一樣的人物 有很多令人驚嘆的事 和朱善和蘇建軍不同的就是 馮風 是從最底層最前線的古惑仔 開始撈起 打打殺殺的日子過了很多 性格有點暴躁 行事都霸道凌厲 為非作大經常 養著一群打手 可以這樣說 在ZJ省 是打橫走都沒有人敢說他 馮風他龍行虎步滿面紅潤 眼神沒有絲毫的猶豫 身上散發出來的氣勢 甚至乎超越了秦天 像他這種層級的人物 完全不屑於用其他手段 去增強自己的氣勢 完全是可以靠自身的氣勢 壓倒對方 從入門口開始 馮風的眼神就沒有離開過葉謙 眼神是充滿一種氣藥的味道 好像葉謙只是他手上的緣物一樣 想點帽就點帽 馮風身後跟著一個人 原來是被鬼狼白天懷帶走的馮四兩 葉謙就不自覺地繼續看他後面 發現不到鬼狼白天懷 有點恩惠 但又有點失落 一路走來 所有人都被馮風身上散發的氣勢 而震懾到 直到馮風他大馬金刀 葉謙心裡便明白 馮風出場是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如果他也不是狗經沙場 面對過無數這種場面 恐怕都會像朱膳和蘇建冠一樣打冷陣 奇怪的一幕出現 馮風由燕子德金賽在椅子上 其他人就躲在他身邊 就算是他的兒子馮四兩也不敢坐下 葉謙也沒有逃避馮風的眼神 一路跟他的眼睛 在葉謙眼中 就算下一刻死在敵人手 也不可以在這一刻示弱 馮風看一看 他就說 你就是葉謙嗎 你好 英雄出少年 我當時好像你這麼大的時候 都還在走狡猾 夠掌 你不用謙虛 NJ時個個都認識你 你出頭理所當然 如果在ZJ省 讓你多做十年 恐怕都沒有什麼作為 聽到馮風說 藐視NJ出來走的人 朱膳就臉紅以青 蘇建軍就是那副標準的少女藏刀笑容 但眼神當中 就閃過一絲 bullshit 葉謙他眉頭走走 看來馮風是幫他的兒子過來做駕倆的 對於挑釁 葉謙從來不怕 是嗎 你似乎高估了自己 不得不說 你確是挺有份量 但是 那就是說 我是不是應該感到自豪呢 馮風面色變了 然後又變回正常樣 NJ時和ZJ時都算是純齒相依 NJ時有什麼動靜 對ZJ時都不好 窗外 鬼狼白天懷的眉頭皺在一起 咬暗沉沉 葉謙啊葉謙 想不到你隱藏得這麼深 這套腿飯 我都沒見過 除了馮風他這麼自信 其實其他人都很擔心 很緊張 就在這個時候 包廂的門突然被推開 一個年近半百的人就進來 看到這個情景就笑笑 哈哈 好精彩 看來我不算好夜 沒有錯過這場好戲 而在這個老人家身後 跟著一男一女 這樣很平靜 我看得到 剛才葉冤和那位江頭大隻佬的打鬥場面 眼神當中都閃過一絲興奮 本作品由鴻達爾泰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樂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肖默007 米小蝦 梁柏喬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224集 這位老者是誰呢 馮風他們不知道 不過看過架勢 肯定不是簡單的人物 更何況 這間明月會所 雖然不足於什麼龍潭虎穴 但也不是普通的眼貓 說狗想來幫襯就幫襯 而且還直闖馮他們的包商 葉冤他瞄了一眼 心裏便想 為何這個老者也來NJC 葉冤不明白 這個老者來這裡做什麼 有點迷惑 而老者身上 並沒有馮風那種霸道的氣勢 反而是很輕描淡寫和外可親的笑容 突顯他與眾不同的大氣 馮風他們不清楚了解他的背景 有些不敢貿然行動 但是 這個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 傻傻傻傻的人 想搏下自己出位 顧明紅 就三步夾兩步 來到這個老者面前 喂 你哪位 誰讓你進來的老爺 滾出去 現在 他已經正式投靠了朱善和蘇建軍 無時無刻 都想找機會搏出位 顧明紅話音剛落 這位老者面上 浮現出一抹冷笑 哼 沒等他出聲 身後那名男子 突然衝對顧明紅面前 然後說 太膽 然後 就不斷拳打腳踢 打到他面目全非 馮風他們整個嚇到呆了 在NJ市出來走 真的沒見過這位老人家 但是這種霸道總裁的手段 就令到他們有點心驚驚 似乎這位老者 比葉謙更加狂妄 窗外 鬼狼白天懷看到這一幕 眉頭一皺 既然他來了 這場大龍鳳 就應該做不下去 好了 等老者後面這位年輕男子 停手 站到老者身後 顧明紅就 掙扎著地爬起身 又傲怒又沮喪 他看一看朱善和蘇建軍 但這兩位老闆似乎 沒有打算幫他覆卓 他就眉頭緊袖 然後 就真的把白眼反到上天花板 顧明紅很後悔 因為他相信 如果他跟的老闆是葉謙 這個時候 肯定會毫不猶豫地幫他做駕倆 這個老者就小笑 搭搭顧明紅肩 你就是顧明紅了吧 古今到現在 賣主求榮的狗 是不會有好結果 你如果是那時候 三年零八個月 打日本仔那時候 你就是一個漢奸 賣國賊 好自為之 講完 這位老者就這樣坐下 看一看逢風他們 好了好了 大家坐下 看大戲 是呀 葉謙聽到這位老人家這樣說 就望望他 心想 來老闆 就是來看我玩猴子戲 就是當我猴子 老者見到葉謙嫌棄的眼神 又笑到卡卡聲 哈哈哈哈哈哈 身後就有名年輕女子 由入門開始 就一路看著葉謙 和那個大隻佬的搏鬥 面上就閃過一絲不褫的 就暗暗沉沉就說 看來傳言始終都是傳言 見面都不如聞名 嘩 小軟 因為你未了解葉謙這個年輕人 我跟他就打過交道 這個年輕人的脾性 我好了解的 西門小軟就回答了 你是說他未進全力 老者身後那名年輕人 一念平靜地看著葉謙 和那個光頭大隻佬在那裡打架 沒有任何表情 但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這個時候的他心潮澎湃 移得自己親身上陣去切磋教糧 西門小軟看完他之後就問 紫進你想幾分鐘啊 紫進 你需要幾分鐘啊 南公紫進回答得很平淡 三分鐘 沒有人聽得明白他們說什麼 老者很清楚 他們在討論 打贏這個光頭赤膊大隻佬要多久 對他們的身手 老者很清楚 三分鐘不是開玩笑的 年輕人 你想打到吃晚飯是不是 葉謙想都沒想到 立刻就罵一句 嘯 你得我啊 我喜歡啊 南公紫進 表情依然很平靜 看不出他是喜是憂 是驚訝是感嘆 而西門小軟就很驚訝了 開始暗暗沉沉沉說 難道在耍的八極拳那樣 這個不是八級拳 老者就笑笑了 看一看馮峰 你就是馮峰 你就是馮峰 馮峰 ZJ省 黑道第一人 人稱山大王 果然 是有點匪夷啊 馮峰 蘇健棍 NJ市 出來行的 都是數一數二的人物 和陳寶生 可以說是三足鼎立 馮峰 不是我這個老爺 喜歡管閒事 本來這件事 就是NJ市 他們自己社團要搞的 怎麼說都好 你都是外人 何必插隻腳過來呢 還有啊 朱仙 蘇健君 男人大丈夫 出來行 撈騙 都要光明磊落 你們 想剷除葉劍 獨巴NJ市 生意的層面 請你置重啊 但是 不可以靠這些外人來搞的啊 如果不是 就算得到你們想要的結果 那又如何 看怕以後NJ市 都沒有人會看得起 和服你們了 還有你啊 葉謙 這幫話畢都是叔父前輩 該忍讓你要忍讓 去到哪裡都要搞到這麼大動靜 很聰明 很聰明 你很聰明 很聰明 你很聰明 啊 對了 忘記了自我介紹 老夫 黃浦瓊天 我不是出來行的 不認識我很正常 我今天來 想說一句公道說話 至於聽不聽呢 就有得你們了 逢風未知黃浦瓊天什麼底勢 所以都是客氣為上 請說啊 個個都是出來跑江湖 都是求財 求安穩生活 何必一定要打打殺殺見血呢 要打了 那不大家拿些生意出來 在商業戰場上打咯 合法的商業競爭很鼓勵你們的 今次我來NJ市 主要是想找葉謙 嘩 說真的啊 我和葉謙都叫有些交情 有些事想他幫幫忙 這個年輕人是有點硬頸的 不過人都幾nice 嘩 沒錯了 我是會說英文的啊 相信啊 你們都可以做朋友 有錢齊齊賺 不就更好 和諧社會嘛 如果NJ市搞得粒粒亂 對誰都沒有好處 很難跟上面的人交代的 你們說是不是啊 坐在旁邊的馮四兩就忍不住了 喂喂喂 阿伯 你哪位啊 什麼時候到你出聲啊 閉嘴 馮鋒就渴肚子了 犬子不懂事 還希望不要見怪 馮鋒始終是一號人物 當然不會被黃埔傾天幾句話拋疾 雖然他話就話 好像道歉一樣 但其實語氣都很硬 哎呀 無傷肝無傷肝 小孩子可以理解 哎呀 可惜啊 虎虎 犬子 馮先生你 怕者 唉 都沒有繼承者 南宮小苑就在旁邊聽到 就馬上接話了 你是不是都想嘗嘗 還說自己是什麼山大王 原來都只不過是一個跳樑小丑 各位 你們不要以為自己做過什麼我不知道 只不過我不想有太大的風波 如果你們擾亂一方平靜 擾亂社會治安 就不要怪我黃埔傾天不客氣 不記得跟你們說 我這個老爺就是負責國家安全局 你們如果出來危害社會治安 威脅到國家安全 這樣就通通歸我管 這麼多年來 你們有你們的生存法則 我不想去搞亂你們當 但是不代表我什麼都不知道 出來行古幻不是什麼大事 但是如果你們夠膽藐視國家法論 治國家安全 社會治安於不顧 就不要怪我黃埔傾天不給面子 本作品由鴻達以太回聲文化聯繫 第225集 黃埔傾天之所以 沒有將山大王逢風就地正法 是因為他明白 有些事情是不能操之過急 剷除一個逢風不難 但是如果ZJ省沒有逢風坐陣 一定會更加混亂 所以要一步一步來 國家需要什麼 是繁榮安定 剷除一個逢風 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黃埔傾天掃視了他們 接著望望葉謙 葉謙 走了 我還有事跟你談 當然 黃埔傾天出聲 他的威勢已經震著所有在場的黑道大佬 沒有人敢攔他 離開了明月會所 黃埔傾天繼續說 怎樣啊 謙 陪我去探杯茶 沒有空 我再其他事做 是呀 放心吧 你擔心那個妹釘 我已經使人送了她回酒店 安全 你放心可以陪我探杯茶 哼 好啊 探茶可以 但是沒有給我做 我現在不在浪雅 我在這裡綁架 行了 你別裝作 你以為你做些事 我不知道嗎 由你踏入華夏那一刻開始 你做什麼 我都一清二楚 挑來路市 唯老不尊 做什麼 你偷窺狂 我曝光你的 好了好了 不要在這裡廢話了 走吧 來得NJ市 你怎麼都要跟我喝一壺 一壺就是酒 不是茶了 都行 先茶後酒 來啦 走吧 那葉謙就見到西門小苑 一邊看著她 然後又開始她口花花了 怎樣啊 你一邊一直瞪著我 你不是打我糖吧 那西門小苑就很惡然 他想不到葉謙竟然口花到這樣 有一種晴天霹靂的感覺 一時間 就吐了在這裡不懂回答 過了幾秒鐘 才很不舍地說 你值得我喜歡什麼 你有什麼值得我喜歡的地方 都值得的 雖然我不英俊 但是 我有型啊 男人最重要是耐體 都叫做事業有所成 有車有樓 最重要呢 我愛惜 連香識玉 那你覺得呢 我整身有哪一分 不是你喜歡的 哎呀 厚花到啊 真是西門小苑 立刻罵她 糟糕啊你 這也不知醜的 沒有來正經 那黃埔擎天 在旁邊就說 葉謙 飛機上 去研究著 可以肯定的一件事就是 那顆蛇尼 是我們華夏的自保 有很重要的歷史文化研究價值 在清朝末期 那顆蛇尼被八國聯軍搶了 直到解放後 千辛萬苦才打探到蛇尼的下落 經過了幾輪談判 終於有機會 把蛇尼 圓壁歸絞 對於蛇尼 葉謙一直這麼多年 都是半信半疑 很多電影電視 甚至乎那些書籍都會提到這件事 但是說真的 現實生活有多少人見過 更何況 葉謙始終相信 人死了之後 留下一顆好像石頭那樣的寶石 還說穩含巨大力量 正如王普擎天所說 是不是真的存在佛祖舍利 是不是真的有這種無窮力量 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歷史與文化研究價值 確實是好心很深厚 王普擎天就問葉謙 你知不知道那些人是甚麼來頭 你為何要問我 我怎會知道他們是甚麼來頭 鬼浪白天懷 你應該不會陌生 那些人是鬼浪白天懷的手下 也就是說想搶佛祖舍利的 是鬼浪白天懷 蛤?為何會是天懷的? 你比我更加了解鬼浪白天懷 畢竟你們曾經都在浪雅 我還記得幾年前我見過鬼浪白天懷一面 當時我就覺得他將來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但誰都想不到他已經脫離了浪雅組織 有些可惜 那那天飛機不是平安降落了嗎? 佛祖舍舍利應該沒有不見的 當時佛祖舍利的確是完好無損 當晚我們就將佛祖舍利帶回徑道 然後安放在雍和宮 為何要放在雍和宮? 唉,其實那時我都想將佛祖舍利帶回國家安全局 肯定穩陣過放在雍和宮 但是那位攜帶舍利的姓曾就說 佛祖舍利是佛家自保 不能夠沾染凡奸污舊 就唯有放在雍和宮咯 你不要說我信不信啊 我沒辦法的 姓曾 據說你是佛祖的嫡系親傳 說他有法力 這麼多年來 混由世界各地宣傳宗教 他堅持要將佛祖舍利擺在寺廟 加上的領導都額頭了 那我就照辦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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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